Just the Live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造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 周玛 本期的主要新闻友 达来两毛尊者祝贺新西兰新当选总理 达来两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精致奖章16周年纪念活动 在国会大厦举行 司政编发次人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 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呼吁中国当局和平解决藏中冲突 外交部长诺森卓马在布拉格出席论坛两县会议 西藏博物馆举办西藏抵抗运动为背景的临时展览 驻伦敦办事处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年会上开展宣传西藏活动 驻澳洲代表格马森格出席澳大利亚藏人社团 全国联合会理事会会议 印藏协调办公室在印度北方邦举办宣传西藏活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西藏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蓝两贸尊者 于上周日10月15号致函给新当选的新西兰总理克里斯·卢克森 祝贺他和他的政党在近期的全国大选中获胜 尊者在贺涵中赞扬了新西兰的无核政策 并表示新西兰有潜力在促进全球安全与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而这正是其他国家需要聆听和效仿的信息 达蓝两贸尊者在贺涵最后 祝愿新当选的总理在迎接未来挑战 满足新西兰人民的需求和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 另外达蓝两贸尊者荣获美国国会精致奖章16周年纪念活动 于美国当地时间10月17号在国会大厦举行 美国国会众议院荣修议长南希·佩洛西 国会议员吉姆·麦格文和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议员贝蒂·麦克勒姆和议员杨沙·科夫科斯基等多名政要出席了活动 此外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 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基尔 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丹秋加措 藏人行政中央前嘎伦·哲通丹兹兹郎姐 一级国务院工作人员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 也出席了活动 荣修议长南希·佩洛西在活动上致辞时 强调将国会精致奖章授欲打来喇嘛尊者是一种自豪 并赞扬了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理查基尔的无限努力 使美国人民不仅关注尊者 而且也关注到了西藏的自由斗争 同时还强调了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们 对达来喇嘛尊者的支持 司政编发次人在发言时 对美国国会授予尊者此奖项表示感谢 并强调对于在西藏境内遭受苦难的藏人来说 这个奖项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因为它代表了藏人在经历了64年的压迫后 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此外 藏人请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于本周三10月18号 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新闻俱乐部 就西藏地缘政治的意义 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影响 以及习近平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影响力为体 发表了讲话 继圆满完成拉丁美洲国家的首次访问后 司政编发次人于上周四10月12号 抵达洛杉矶 随后相续访问新墨西哥州 佐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 期间会见了洛杉矶 阿尔伯斯基和圣达菲 亚特兰大和夏洛茨维尔的 藏人社区的民众 并发表讲话 司政在上述藏人社区的讲话中 主要谈到了根据第17届 西藏人民议会第5次会议 一致通过的藏人自愿缴税豁免决议 以及当前第16届嘎下 在政治和行政工作方面的详细情况 其中包括通过中间道路政策 解决藏中冲突方面的努力 司政还呼吁藏人青年们 作为国家的未来 他们在确保西藏的未来方面 还肩负着额外的责任 目前司政编巴次人 继续在华盛顿展开访问活动 期间将会见美国各长派的议员 为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的 顺利通过进行游说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中医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 迈克·加拉格尔和首席委员 拉加克里希纳默 于本周三10月18号 在于到访的藏人行政中央 司政编巴次人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 理查基尔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中国当局和平解决藏中冲突 声明指出 今天我们团结一致地支持西藏人民 敦促中共当局结束对西藏的统治和占领 我们期待与诸如理查基尔和藏人行政中央 司政编巴次人等主要利益相关方合作 为中共对西藏的残酷镇压政策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此外 第27届论坛2000会议 于本周一10月16号 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举行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长诺曾庄马 作为演讲嘉宾之一出席相关会议 诺曾庄马部长在会议期间 拜访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人士 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 记者 民主活动人士和人权维护者 并作为演讲嘉宾之一 参加了会议第一天举行的 锐实力时代捍卫民主的小组讨论会议 藏人行政中央前 司政洛桑桑格博士 也作为主要嘉宾 与诺曾庄马部长及其他政要 一道出席了会议 另外 流亡藏人社区知名电影制片人 丹增索郎和《日图沙林》 于上周五10月13日 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博物馆 举办了题为《影子马戏团》临时展览 藏人行政中央前安全部长中秋欧珠 为展览活动揭幕 据了解 此次临时展览的主要目的 是传播有关1957年至1974年间 未经审查 公正和无污染的西藏历史的信息 突出和概括西藏抵抗运动的历史意义 影子马戏团展览改编自丹增索郎和《日图沙林》 共同指导的同名纪录片 该纪录片从德国柏林到日本高知 从印度信德里到蒙迈 以及在达兰萨拉等全世界多个地方上映 与此同时 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于本月中旬 在英国国会保守党和工党 在召开年度会议期间 在曼切斯特 利兹 威勒尔和利物浦等 藏人社区的支持下展开宣传西藏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主要向英国各政党 传递两个信息 即英国政府在解决藏中冲突中的 利益和潜在角色 保护西藏的环境 以及遏制对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 期间 驻伦敦办事处还邀请英国西藏问题专家 迪比耶什·安南德教授 马丁·米尔斯博士 和驻伦敦代表索郎次人举行座谈会 并围绕上述主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驻伦敦代表索郎次人和秘书长洛曲桑丹 在展开活动期间会见英国各政党的议员 研究人员 政府官员 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 同样还与香港人权捍卫者间进行交流 而英国藏人社区的志愿者 还在会场外和市中心附近发宣传单 向公众介绍西藏议题 另外 澳大利亚藏人社团全国联合会 第七次理事会于上周六10月14号 在西南威尔士州沃加沃加市召开 来自坎佩拉 西宁 昆士兰 维多利亚 纽卡斯尔 沃加沃加和诺拉的藏人协会的正副主席 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 盖玛森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丹增评措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会议就多项议程进行了讨论 其中包括在澳大利亚加强对西藏的宣传 促进藏人行政中央新推出的 藏人志愿有税西藏计划 以及支付藏人志愿缴税和蓝皮书等议题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 总部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 印藏协调办公室和印度支持西藏团体 于本周一10月16号 在北方邦的枯西纳江 联合举办了宣传西藏活动 北方邦前议员拉姐·尼凯特·马尼特里帕蒂 在活动上致辞时 谈到了印度与西藏在语言和精神上的共同关系 并且呼吁印度青年支持和深远西藏问题 300多名当地学生和多家媒体的记者 参加了此次活动 西藏博物馆还在活动期间 在当地的学校中举办了题为 印藏关系的图片展览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机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